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T分配的介绍 首先我们要介绍 T分配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 最早的话呢 是一位统计学家叫做Gossett 他是以学生的一个笔名 来去做的一个研究 在大约1908年左右的时候 那么我们介绍他的内容是这样说的 当这个Sigma 就是我们的变异数或者是标准差 我们如果母体的情况之下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以样本标准差 来取代母体标准差的时候 那么这个统计量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抽样分配的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母体的变异数 母体的这个是平均数 来去做的这个统计量 现在改换了 改换什么呢 用S来取代的时候 那么根据中央极限定理的话呢 说是接近标准 标准常态分配 这是在什么情况呢 是在大样本的情况之下 假设如果说是小样本的话 就不会是标准常态分配了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就用T分配来取代 T分配 它的统计量就是这样写的 这个地方指的就是样本的标准差 我们来看看T分配是怎么导出来的 这个T的话呢 它是X-bar减掉μ 除以S除以根号N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已知的是Sigma 而不知道的是S 那我们上下都同除 都同除一个Sigma除以根号N 那么我们要知道 上面那个就是所谓的Z 下面也是一样 都除以一个Sigma除以根号N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来我们把它写成了这个凡分式 看得比较清楚 这是什么 这就是Z 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根号N根号N可以消掉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变异数的形态 这个地方我们把开个根号以后 上面是Z 下面是S平方除以Sigma平方 因为两个都是正的 没有问题 那么这是什么 我们可以发现 这底下的话呢 跟什么有关呢 跟Ki²卡方有关系 那么我们注明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注明一下 Ki²的话呢 是N-1刮弧S平方 除以Sigma平方 也就是说这里的N-1是指的是 它的自由度 那么我们把它除过来 我们发现就是S平方除以Sigma平方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这个T分配的话呢 它的原始的定义就是 标准常态分配 除以卡方分配 再除以一个它的 这是自由度 平方根 那么T分配 它的自由度 假设是叫做 这个字我们要念的是 不是要念V 我们要念的是New 那么它的几率密度函数 是怎么算的呢 是这样子 哇 看起来是非常的复杂 那么我们要知道 如果我们以后要做的 小样本的查表的话呢 它那个表上面的资料 通通都是 透过这个的积分 算出来的 那问题是 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给各位同学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要求这个T分配的 刚刚我们介绍过 T分配就是标准常态分配 跟除以一个卡方的组合 那么我们要找出 T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透过三个步骤 这个是我们的标准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 写出了两个分配的 联合的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先联合了以后 再来做变数变换 那当然一定有变数变换 一定要加上一个Jacobean 它在转换的之间 会有一个差的一个比例 那那个比例 就是Jacobean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利用边际几率函数的一个技巧 把另外一个不要的变数 来我们积分 积一圈 就可以算出了一个 T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了 好 我们下面开始来进行的是 这个T分配几率密度函数的推导 首先我们第一个 这是什么 F1我们应该很清楚 这是Z 第二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KiSquare 那么我们把它合并起来 合并的话呢 这两个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两个相成 那当然 我们的过程之中 我们希望做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的是T 就是代表的是Z 除以刚刚我们 我们推导出来的 这是我们的KiSquare 除以它的μ 这个是X 这个是X 这里指的X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用这个X来表示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再来就是X就是Y 因为这是两个函数 我们希望把Z换成了T 我们把X的话呢 换成了Y 其实X换成不换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去做 因为中间有差一个Jacobean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要在做计算的过程之中 Z是等于 我们把它乘过去 Z就是 T乘上根号Y 除以Nu 开平方根 这个我们要准备怎么样呢 把它套进去 要全面的把它改掉 改成了TY的这个函数 在这个变换的过程之中 这ZX要换成了TY 当然我们要考虑到的是Jacobean ZXTY 那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一下计算 现在Z是什么呢 Z是这个 对T为分 偏为分 所以上面 左上角 就是根号Y 除以根号Nu 没错 这个Z的话呢 如果是对于Y来 偏为分 这个地方Y就是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会多一个二分之一 然后这个是 负二分之一 就会移到下面去 就根号开在 这个分母的 那么我们写出来了 再过来是 T对X来偏为 T对X来偏为 这个地方的话来说 我们发现 它一点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是零 Y对X来偏为 Y对X偏为 刚好就是一 那么 它的Jacobean 两个 求出它的行列是值 我们发现 它就是 根号Y 除以根号Nu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记住 这是Jacobean 好 那么现在我们 接续了 这一个算式 把它 用 T跟Y来取代它 现在我们再超一次 Z是这个 T是这个 现在我们把它全面 转换成了 TY的形式 TY的形式 就变了 它变成了 另外一个 一个函数 那么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一对照 这里的话 Z 你换掉 用这个来取代 这上面就变成了 T平方 这个地方就是Y 除以二倍的 Nu 好 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一样的 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的 1的二分之Y 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注意的是Jacobean Jacobean 好 现在我们 要做的是什么动作呢 下面的动作 就是要准备的是 要做的是 整理 怎么整理呢 看看 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是Jacobean 这个Nu的话呢 我们把它移到前面去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这个根号Y 就所谓的二分之一次方 二分之一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地方合并 好 我们做到这边 现在 要算T 这个 Y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所以我们准备要进行的是 做的是边际的 边际函数 我们要让这个Y 积一圈 Y如果说走一圈以后 就没有了 那么就直接就变成了干净的一个T 好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积分了 T的函数 就是直接由0积到无限大 就是由Y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地方 是 D Y 那这个函数 我们是照超的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换页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H H函数 HT T来代表的是T分配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个积分 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 下面的这个步骤 我们的意图是怎么做呢 各位同学 你看到这个积分 非常的复杂 但是我们要想到一件事 γ function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整理成一个 简单的东西 我们的技巧是在于 我们另一个变数 整个把它 另一个叫做W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我们的γ function的一个 一个 一个模式 我们故意固定的要把这个后面的 1的 负 一个函数 然后呢 如果是W 是这样设的以后 那么我们经过整理之后 这个地方把它 通分 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Y是等于 移过来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是因为我们准备要把Y 要用W来取代 把Y都换掉 那么 这个地方的DY 当然也要换掉 变数变换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 要把它换成了一个DW 好 现在我们把 这个算式 做一个 转换了 现在注意看的是 这个地方的Y 这边照超 E的负W DY是什么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边还要再加下去 这个算式 好 算下去 加上去了以后 现在下一个步骤 准备要用 哪里来取代呢 要用这个来取代 用W来取代 我们把它取代下去 用蓝色的来分 比较清楚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 要注意的是 这边 这边的话呢 Y一取代它了以后 就变成了整个 改变了 改变到这边来了 这边也W 这边的话呢 W这边也要 一样的四方都要 这看起来的话呢 更加的复杂了 不过我们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里跟这个蓝色的 跟这个黑色的 我们发现它一模一样 那这边有减1次 我们这个地方消掉 这边不要减1了 这样它呢 可以稍微 疏解一下这个 这个算式的复杂度 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边的话呢 它的变数是W 跟W没有关系的 其实我们都可以 把它丢到外面去 那我们现在 它继续再看一下去好了 这边的话呢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 小小的整理 好 这个地方到这里 没有减1了 这个地方是照抄 这边都照抄 都没有问题 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准备要 把前面的 这个无关的东西的话呢 准备要搬离 积分的外面 我们搬到积分外面了 这边剩下一个干净的 W的次方二分之 Nu加1减1 1的负W DW 那各位同学看到这是什么 要回忆一下 这是什么呢 这是伽玛方选的定义 这就是伽玛方选 那么我们又发现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这个二 二的二分之 Nu加1次方 这边是二的 二分之Nu 这边是Nu的 这个地方你又发现了 这边有一个二 这个也是二的二分之一次方 我们发现 这刚刚好都一模一样 都可以把它删掉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发现一模一样 你看到底下 这边是 二的二分之一次方 这是二的二分之一次方 刚好的话呢 就可以 整理的干干净净 于是我们这个地方 就可以得到了 这样的结果 那么我们把这个放到前面去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T分配的一个 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把这个γ方选写在一起 这边是多了一个1 这上面一样 这根号π 这是什么呢 这是它的自由度 这是自由度 这是T平方 那么这个函数就是 T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推导出来了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 T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 跟常态分配的差异 如果说 我们的自由度越小 代表我们样本数越小 样本数越少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一样 也是跟很像常态分配 但是它比较低 比较扁 这个如果说是自由度 到无限大的话呢 往无限大靠近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的 这就是Z 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我们的话呢 如果说自由度 往无限大靠近的话呢 应该说 它会退化成了Z Z 就是标准的常态分配 所以我们只要是说 当样本数小的时候 我们要去查的是T表 而不能够再用Z表来做了 那么这个单元的话呢 我们介绍了 这个叫做studentT的一个T分配 如果说 Sigma是已经知道 就是说母体的标准差 我们是知道已知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非常安心的使用 这个常态分配来做 但如果说这个常态母体的话呢 母体标准差 叫做Sigma不知道的情况 我们利用抽样的方式去做 用S来取代Sigma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了 它将会变成什么 T分配 其实一般的研究来说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母体的这个标准差 基本上都不可能知道 所以我们的都是用T来做 做T分配的方式来做T检定 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呢 是做一个什么那样的呢 就叫做T分配的推导过程 那么其实基本上来说 T分配很简单 把它当做Z来做就可以了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我们是查的是T表 那么大部分的同学 问题都出在于说 这T表哪来的 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做 那么我们就是 用利用这个单元的话呢 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明 对Base estoy说明 第二这种东西 半辰